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其实只有21年 计算今年部76 但认识他除了第一代的软股之外 他就是第二代 我经常有提醒你 因为我们设计里面的所有架构层次都关你事 但其实他加入76的原因 主要都是因为一个信念 而这个信念我自己也是多年喜欢的 我是Beyond教的教徒 听Beyond的歌长大 流着Beyond的血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 现在就是因为一个原因 就是30年前的今天 6月30日 伟大音乐家王家驱先生离开了我们 还有呢 你刚才说伟大音乐家 我在笑好像不太好 我刚才在笑好像不太好 要很尊重你 我没有想过你讲得那么严肃 他说是严肃一点 所以我那一刻我是打算很开心 因为我未见过你在我们的频道出现 所以我很开心 但是你说这段是很严肃的 所以不好意思 还有呢 今年就是Beyond成立了第40年 所以一直都想做一些东西 你真的在40年才开始做 真的会迟了一点 因为忙了 没有什么动力了 不过我又这么说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责任 我应该很早再拉你出来 而且开始很多东西 连说都不能说 所以再不说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说 再加上这些碟 我怕被虫住 所以你都问了我很多次 要做一些东西 我又听着Beyond的歌掌 但又看着他的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 但我没有流血 他是流血的 所以一定要叫他上来 而且他本来想到他的家 他家里还有很多Beyond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次就决定 我们只是说一只碟 大家留在这里 四个小时应该都可以 就是一只Beyond 一只很重要的大碟 下雨露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大碟 其实除了这一只 听到烂的版本之外 奇哥还买了另外一只 用来草 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有些日文版 有个国语版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桌面上的东西 都是跟这一只 下雨露的大碟有关系 我们只是这一只碟 但因为我不懂音乐 所以这个就不是碟评 我们就从自己的感觉去说 有些资料性的整合 你可以当是 因为我找了很多资料性的东西 说完这只碟之后 我会说一个很少人知的秘密 关于王家驱先生生死之迷 哇 那么夸张 对啊 很少人说的 真的跟李小龙生死之迷一辈 买个关子 一会节目的尾声 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斩飞去下面 我没有诚意 这只碟是1993年5月14日推出的 就是王家驱先生 离开之前的一个半月 是 无可否认 这只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只碟 是 四人时期的第九只大碟 第九只大碟 其实也很少 其实就是最后一张 四人时期的最后一张 但是这个就是说广东碟 广东大碟 广东大碟 就是广东大碟 在新丽堡转头华立唱片公司 之后的第二只 第一只其实是继续革命 就是长城那只碟 天天精早聚欢喜 在火车中再重回你 好了 第一个彩蛋 不知有心令无意 落雨露这三个字 就会出现在的歌名里面 你知不知道哪个字 走不开快乐 是 和平与爱 和时愤怒 就是落雨露 是呀 落雨露三个 是 1992年已经去到日本发展 嗯 日本的唱片公司 Muse 就给了很大的创造空间 他们的編曲上面 就给了很大的自由度 所以据知 Beyond他们其实很满意这只碟 但是 初初出落雨露的时候 就不太能卖 蛤 是这样的事 我立即买的 原来初初的订单 只有两万多张 两万多吗 两万多张 好似离谱 之后还没有唱片谱要求加单 这么有趣 两万多张有多少呢 两万多张真的好少 或者给大家参考 当时 1993年的时候 一线的歌手 三四百金 三四百金 即是多少 三四百金 一张白金碟 即是当是一个奖 一张白金碟 就是五万张 五万张 三四百金 即是二十万张 差不多 四百金就是二十万张 一线的歌手 其实我当时都一定觉得是厉害的 因为当时他们买了些很厉害的 三百金即是十五万张 超过 两万多张 其实真的很惨 两万多张来说 不知为何会这样 好像我们的视频突然跌得很厉害 但是 很现实 王家驱先生离开之后 三四个月 即刻冲破了三十万张 当然了 但没意思 还是要等北加索死了才追求他 每个都是这样 很现实 但是你死了之后 我死了之后 这个节目应该会很好看 即是家驱走了之后 应该很多人都会买多几张来做 始终有影响 我自己也是买一张 根据非正式的统计 即是我 这支碟出了最多版本 应该是这支碟 首先有最原版 最原版 这支最原版怎么分 其实是没有IFPI标志 即是碟里没有IFPI标志 1994年之后出的碟 才会有IFPI这个字 之前的碟就没有 因为这支碟是1993年出 所以就没有这个 这个炒得起 其实也挺好价 对吧 我也可以 我有几尺 我都打算放给你 我都赚足了 所以也算了 它的复刻版是2017年才出的 2017年 今次 2017年出的那支是欧盟压碟 会印着欧盟压碟 就是你没有买的 我没有买的 那支是没有买的 然后里面就不是这样的蓝色碟 不是蓝色碟 只印白碟可以说是 就只印歌名 原本这个小冊子是拉叶的 那支复刻版就变成小冊子 即是一本书 相片也少一点 另外有一个滚石版 它印着滚石 滚石版 滚石版 滚石出就是三人之后 因为他们在日本回来香港的时候 率先加盟了滚石 再出了一个版 都是落雨露的大碟 有CD就有带 当年我都没有买带 已经买CD了 有黑胶 黑胶没有买 黑胶没有买 因为我其实没有黑胶 我小时候都是CD为主 即是录音带都不会 其实我是继续革命开始才买CD 之前那些都是买带 我又不是 我以前是买黑胶 当时Beyond有电影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开心鬼 不是 莫稀少年窮 是莫稀少年窮 莫稀少年窮 那段时间我经常买黑胶 因为当时有一部烂鬼 all-in-one黑胶碟 但那些碟已经不知去哪里 很可憐 带其实也不知去哪里 只剩下几个饼 有黑胶 另外有一个蓝胶版 是 但也没有买的 没有买的 但蓝胶版已经是之后 即是之后出的 之后有很多新制式 有些SACD 有有有 UP-M24K 金碟 因为要试声 DSD的碟 这些是基本 然后有一个AMCD 其实我也不知是什么 AMCD我也有 真的有机器 有一个台湾版 台湾版就是这个 台湾版就是这个 纸盒版 它有一个纸盒 有一个膠盒版 这个是纸盒版 是 其实严格来说 它不是落雨露的台湾版 是 为什麽呢 剪掉《狂人山庄》 《走不开的快乐》 《命运是你家》 以及《我是憤怒》 也剪掉了 那没有意思 你可以当是一只集感碟 是 这支碟在2010年的时候 就是这个 《华语金曲30年经典》 就拿了这个 30年30碟这个奖 是 另外 因为有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就拿了这个 30年30歌 另外再以Beyond的名义 就拿了这个 30年30人这个奖 2010年 对上的30年 2010年对上了三 人家选了30个歌 30个碟 30个歌手 即是1980年开始计 1980年至2010年 那还要是唯一一队乐队 是拿了这三个奖 哦 中、港、台 他找了 总共好像找了100个人 去做评讯 Beyond就是这支 《华语露人》 和《乐队》 都是拿到 歌人碟 都拿了 歌人碟 很厉害 接下来 是否是《华语露》 这支碟的风格 喜欢Beyond 都很难不喜欢这支碟 没可能 因为这支碟 还可以由头皮到落尾 不用飞歌 不用成天 《华语露》 第一首《华语露》 第一首《华语露》 一开始就是Beyond 式的《华语露》 《华语露》 我否斩一口气 立即带入情绪 没错 很爆的 这首歌 很有力的 很粗暴的一首歌 很粗暴的 很粗暴的 这个我觉得是家区的 一个挺名字的叫法 到现在来说 都没有什么歌手 甚至是乐队 可以有这种 声嘻力竭 而又不会爆声的叫法 一句《只想吞千吞的路火》 在王家居先生的声音唱出来 就特别到肉 这首歌是一个电影的插曲 就是《醉心梦死》 之《湾仔之苦》 这个真的不知道 另外一个插曲 就是《无尽空虚》 片尾曲就是《情人》 最容易是梁家辉的那一套 这首《阿是憤怒》 估自然是爆机首选 但是第二首歌 我觉得是很应勁的 这首歌是这首歌的第一首主打歌 没错 在收音机上第一次听 小时候其实我听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是爸爸妈妈吵架 家庭糾纷 那些东西 才知道原来是挺政治的 他只是说出一个地方的前途 和原来是有一个关系 是祖国的 也是 当时差不多正直香港回归 中英谈判那些东西 其实用这个爸爸和妈妈 去形容 代入了歌 当时也有看过一些报导 譬如有些访问 家居经常问他的歌迷 知道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吗 外面有很多天灶人祸 初初我解读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我以为是代表中国 因为是男人 妈妈我以为是代表英国 英女王 原来是之后才知道 是单纯的 因为是妈妈妈大纯 我小时就知道 你跟我学习 初初也 之后才知道 原来 就算解读正常 其实也倒转我身分 你也是弄错了些东西 幸好现在你终于知道 因為回到媽媽身邊 這首歌有個官方MV 說幫她推出的 不用說了是把鬼的 完全沒有意思 因為她隨便剪Beyond的片段 其實可能應該都沒有拍 家區都離開了 但我又沒有 因為我見到他們有時很多MV 都是在日本錄音時的錄音室 他們都沒有時間拍 家區走鬼埋 就算華立幫他們推出這首歌 有幾首MV都是把鬼 對著海的彈琴 反而TVB幫他們拍過MV 那個反而有誠意 羅蘭姐拍的 有羅蘭姐拍的 還有劉剛 說這些 對 看看你否認識 有些內容 不是亂拍的 但我找了很久 而且是很低清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節目尾我會告訴大家 是哪裏看的 節目尾的彩蛋位 就是把那兩條影片高清化 都放出來 其實沒有 只是放一條連結 還有中間的一段落語 也是第一次 家區第一次落語 是第一次落語 其實我覺得像數百欄 不是很網絡 我覺得家區很喜歡轉 玩法是一個很成功的典範 因為他差不多要變 否則也不會 Paul、家強、世榮都有份唱歌 一開始的喇叭 小號 那也是第一次用 所以他們去日本的時候 音樂的變化會大了 而且他們也學習別人的東西 其實去日本有個 叫做梁邦妍的幫他們做監製 梁邦妍 其實加多了很多元素 新音樂元素 譬如之前一支碟繼續革命 長城那些 其實幫他加了喜多郎 那些其實 過了日本真的變化了很大 而且這首歌可能太過標誌性 所以其實沒有其他版本 接著就是和平與愛 顧名思義 就是和平與愛 其實跟阿曼妮一樣是說和平 阿曼妮會多些控訴 說反戰 這首歌比較輕鬆 叫你珍惜和平 這首歌有一個日文版 日文版 日文版 但它不是廣東話 整隻樂宇路日文版都有整隻嗎 其實不是 它就會收錄在這個 This is love volume 1 裡面 叫Volume 1 應該有Volume 2 應該有Volume 2 本身打算 其實某些原因是胎四腹中 一首歌只有六首歌 看見 這首歌挺漂亮的 那時這個Beyond的標誌 我相信大家如果現在看都挺有印象 前段結他聲音就是非常之適合 明雲是你家 叫明雲是你家 那它國語版 就叫做明雲是我家 這個真的很有趣 不過就是三人時期才出的 廣東話大概都是說不要怕挫折 叫大家對抗命運之類 就是阿尚的故事的朋友 有說就說是寫九龍皇帝爭造財 是嗎 為甚麼 所以你看它裡面的歌詞其實都貼切 命運時你家從沒埋怨苦與他同行 凝聚狂語相痛的靈魂 北京不各女獨行 這是真造財 有說說是寫爭造財 即是歌迷解讀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現在可以請到 田芸姐 不是請家強 邀請Pock 或者邀請家強 或者邀請世榮 去說其實可能有很多東西聽 過去的東西就算了 哈哈哈哈 但我們很想知道 譬如說其實 現在這樣說 我們有很多歌手的訪問 你可以知道他那首歌 其實是可以做了有甚麼來歷 尤其是以前的歌曲 以前出了10首歌 其實有很多都不批評 但其實這碟裡面 就算你不批評的所有歌 其實我全都會唱 當然是除了家居死了之外 其實本身這碟真的很好聽 你說得對我都命 有的過去就過去 但如果有機會可以 請到他們上來 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否一件好事呢 大家在留言說一下 黃家駒先生離開之後 將這個歌詞代入他 又好像很適合 因為現在獨行 好像是他的寫照一樣 還有一個日文版的 其實這個也是 都是在This is love Volum One這碟上 不過翻譯過一些歌詞 但我也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亦有人說 這首歌就像Pain Floyd的 Wish You Were Here 其實我覺得有個位置 都好似是他都是用了結他的 喂大哥 怎麼搞笑 其實我覺得不太似 其實很多首都好似 玩出火都好似 可能感覺有點似 但其實音樂不似 大家似不似呢 不妨又可以告訴我們 這碟有國語版 國語版就會收錄在這個 又會有另一隻碟嗎 《者女那女》 這就是三人藍的時候 三人時期的時候 《全市愛》就說大愛 是 好像有了愛就甚麼都可以 是呀 我覺得好像他們去了日本之後 有點無助 但有愛就可以排除萬難 Google找這首歌 你打《全市愛》 會彈出蕭敬騰 是嗎 或者這樣說 《全市愛》這首歌 這首歌本身都不是一個主打的歌 如果要聽的朋友 其實都真的中粉才會聽的 可能我們說 你不是Beyond Fancy 即是你不是Beyond Fancy 你都未必會聽這首歌 但我一定是懂得唱 浪浪上口 所以就應該找Google談一下 如何置頂 這個好提議 或者可能下一些增加 不過好像國歌都不可以 我不知道 總之下增加Beyond Fancy 我覺得就可以 但播錯歌就很麻煩 對呀 就不是很好 又不是很好 接著是人都聽 整天都聽 聽到爛了的 主打歌 海闊天空 沒錯 基本上是他們十年以來的心路歷程 你覺得是 十年以來的心路歷程嗎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他那時那刻的一個 對於世事或對他們自己在樂壇的看法 即是都是心路歷程 謝謝 Beyond的音樂一向都是用結他做主線 這首海闊天空是用鋼琴帶入的 所以展示的時候是叫做Piano Song 當然不是第一首用鋼琴 也有很多人用鋼琴 但就是第一首 真的用元樂團 是 宴樂團 應該是 就是去配樂 聽說是成隊小提琴隊 幾十人 直接入錄音室到錄 他編曲很有鋼牌 不是一般樂隊生 即是頭三分一只是鋼琴 然後中間才慢慢加入鼓和其他樂器 一首歌一進到中路 後面開始很澎湃很有氣勢 很蕩氣回場 你聽到最後其實是這樣的 很大的閃動場 因為其實很有鋪排 很慢熱 所以電台很難播 因為5分20幾秒 特別是展了一個4分鐘的電台版 讓電台播 沒有了中間那一段音樂 一來就仍然自由自我 被人斬了手手腳腳 肯不爽 但如果在收音機廳 都會理解 當時Queen那首 《波希米亞》 都要咬 所以賣就怎樣 肯不爽 但是串流平台 這隻樂宇露的碟裡面 都是收錄電台版的 為甚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那麼有趣嗎 聽說Move 就會是原版 Jokes 都好像是原版 其他就算是大碟 你說精選碟 沒得好說 收錄甚麼版 大碟裡面都是4分鐘的電台版 是嗎 真的要聽 這次我也沒有留意 之前郭仁興都開過Live 說過這個問題 是嗎 說起首歌有多厲害 有多厲害 說起大 即是數它那個輝王史 1993年香港電台的十大中文金曲 1993年商業電台 戚測樂壇 我最喜愛的本地創作歌曲大獎 1993年香港電台節目 嬌陽歲月的主題曲 2000年香港寬頻 生有限活無限的電視廣告的廣告 2008年北京奧運 劉翔一百 男子派在米蘭 退賽時 鳥巢體育館響起了海闊天空 這麼有趣 2010年 華語金曲獎三十年經典評選 三十年三十歌 剛才說過 2017年 文化信息周刊Timeout 評選二十大經典粵語流行曲 海闊天空是排行第一 絕對要 2017年香港電台 自愛二十真經典 華語金曲十大 2018年台北四大洲花氧滑冰錦標賽 香港選手李厚言 用了海闊天空做配樂 這個厲害了 2022年4月12日 這首歌的MV 第一首YouTube點擊次數超過一億人次的廣東歌 截稿之前我查過已經達到一億二千萬 當然這首歌經歷過無數次翻唱 無數次翻唱改編 我發覺Beyond很厲害 在國內有很多粉絲 他們都是完全不說廣東話 但所有Beyond的歌都會唱 不是太多香港歌手有這個本事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除了有人翻唱 連高登巴打都 不用說了 都會玩 他改了詞 改了做海闊天空 海闊天空 就叫做Sea Wise Guy 真是直譯出來的 連歌詞都直譯 是嗎 都挺搞笑的 還有一個女聲版 深一點印象 就是2008年 四川的文川大地震 香港演藝人協會 用了海闊天空 叫劉德華 王家強 就改了做國語歌詞 找了陳奕迅做監製 改了名字叫承諾 有一首是王明智改的 就是《我門的海闊天空》 因為他不算改的 他拿了少許音樂 成首歌做過 找了富九 富九是內地的歌手 好像被人阻礙了 好像被人阻礙了 有自家區 我有聽 不喜歡的可以說是抄 這是疑似創作 喜歡的可能是致敬 現在是致敬 但是好聽的 內容都熱血 最重要是他作完之後好聽 而且不要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真的不好聽 好聽的 有興趣也可以聽 或者可以在這裡提一提 這個節目的尾聲 我會有條連結給大家 就是這個節目的圖文版 我特地弄了圖文版 奇哥平常以前 其實一直都有更新 這些Beyond的東西 Beyond的材料 或者他的影評 影評時的樂評多些 但他就用文字的方法 放在我們 我們科林上 會在這個 Post 76的討論區發放 真的很多人 裡面會有今集的所有內容 以及我提過剛才提到的連結 節目完結就會隨手開放 就可以立即開放 講述這首歌 其中有一句 也會派 天會跌倒 也會派 天會跌倒 之後就是All No 這個我聽過 黃家強在香港電台節目 《不死傳奇》裡面 其實他講過 他原本是唱 會跌倒 Oh Yeah 但我們覺得 你好像不是很合適 跌倒 怎會更Oh Yeah 當然是Oh No 因為黃家強是寫Oh Yeah 他就覺得不太合理 沒理由跌倒也Oh Yeah 所以之後就再回到Oh No 我想問問你 你會覺得應該Oh Yeah 還是Oh No 可能黃家強習慣了 其實很多都是Oh Yeah 其實未必要是Yeah 其實他的音 還有他的Feel 我覺得現在會好一點 現在尊重創作 有時創作未必要前後相關 中間你不要管 中間是感覺 但就Oh No 但你覺得Oh Yeah 應該比較好 但又真的不合理 是不合理 但現在有甚麼所謂 你看903的詞語全部都沒有關係 這首歌還有很多東西 海富天空這個名字也不是他專利 是嗎 台灣有一隊樂隊叫信樂團 你聽過 信樂團 他有一支碟也叫海富天空 是嗎 裡面有一首歌也叫海富天空 當然不是海富天空 另外有一部電影叫做中國合夥人 我不知道 Hugo應該認識 台灣的片名是海富天空 裡面也有播放海富天空 真海富天空 即是加區版海富天空 加區版海富天空 其實有沒有加成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可能有關也不一定 製作人覺得很適合感覺 就借來用一下 有一個彩蛋給大家看 寶麗金的金曲卡拉OK裡面 MV有沒有看過 沒有 我不知道哪個 可能看過 可能看過 男主角是古天樂古生 是青嶺白淨的那一部電影 不過MV是無厘的 沒有內容 跟這首歌沒有關係 即是非途的 非途 總之有人飛來飛去 有一個女主角有一個男主角 有一段很刺激的Rock歌 可能有女主角男主角在談情 然後吵架 然後過馬路又落語 這個時段的卡拉OK很棒 大家可以找回來看 我有連結給大家看 這首歌有四個版本 四個版本 最原版是廣東話版 有日文版 日文版也是在This is Love William 1 這個我也有聽過 還有這個三吋CD 這首歌我以前也有 會不會是你的 應該不是你的 是否拿走 我有的 我以前有買的 他有一首全藍色 我記得 但好像不是這個 最尾的那首歌 全藍色就不是落語露 應該不是落語露 有一個純音樂版 純音樂版也是在三吋碟 三吋碟 現在沒有三吋碟 現在少 而且很流行 三吋碟好像經常都放一些純音樂 是的嗎 是的 那時工藤正香經常買碟時 亦經常買三吋碟 聽了這個純音樂版 我才開始留意 除了那些純音樂版 將他唱的純音樂版 又好像另一個感覺 很好玩 另外他還有一個 四分鐘電台版也有收錄 就是這首歌 這首是日文碟 這首是馬來西亞的 有一個音樂演唱會 有一個LD 有CD 他有收錄4分鐘電台版 但其實裡面 寫著4分20秒 其實只有4分鐘 其實只有4分鐘 全部都拿去表揚 還有這個有一個bonus track 十多分鐘 其實香港電台有一個音樂會 香港電台音樂會 香港電台音樂會跟馬拉的 UMPIRE是兩個來的 是兩個來的 那個好像沒甚麼看過 沒甚麼聽過 這個其實都很聽 他在裡面會叫一些歌迷 一邊幫他唱歌 是嗎 有空來可以聽 我記得有一個就是 他 是不是有一個唱半斤八兩的歌 半斤八兩就是這首歌 就是馬拉的歌 就是這首歌 他一直說你不排好 你不坐好 你不唱歌 這個很棒 我經常聽 當時還會有一個LD 但不是12吋的 是小一點的 是的 當時那個小一點的LD 我就有的 隨著LD 完結了 我的碟又是不知道去哪裏 因為很多碟 小時候買了 又是不知道去哪裏 現在是找不到的 這隻其實都有電台版的 好 接下來這首我很喜歡 《狂人三莊》 《狂人三莊》 這首歌我覺得 是Beyond 裡面最難名的一首歌 很東方色彩 很迷幻 很神話的感覺 是嗎 裡面有龍 有猛虎 有神 有魔有鬼 有少少預言 好像三十年前 就知道今天妖魔當道 是嗎 好像所有東西都在無病身淫 如果王家駒先生未去世 會不會他就是那個殘落老翁 會不會就是他 道破天璣 道破天璣 說完我都好像不太明白自己說什麼 不過這首歌 有個特別的地方 王家駒先生離開之後 Beyond 三子第一次走出來的演出 是 就是1993年的創作人音樂會 是 第一首歌就是《狂人山莊》 第二首才唱《海富天空》 有沒有玄機 就是裡面就是 請幫他們來問 請幫他們過來 沒有他們 他們只能夠獨立做歌唱來問 之前有過三十年的音樂會 是嗎 都是Paul去了 遠仔那些 有時我覺得這些都不知道誰才是 圓門正宗的情況 我多數都不會理 我都不會參加 那時都有說過 家駒的死原因 其實跟日本的娛樂文化有關 也有少少相關 就是我做音樂為何要去玩中藝 玩中藝也不是問題 為何要玩得那麼危險 我覺得也有少少關係 不過我覺得這首歌其實有點恐怖 因為是Rock爆的代表 我覺得絕對是超越金屬狂人 而且他們已經是一個 好像日本的Ex-Japan那類 那類的Hard Rock 但它的Hard Rock裡面 你會覺得很有時代感 因為金屬狂人 我覺得是Indie向一點 金屬狂人也很棒 但會比較單調一點 音樂的元素或者編曲的變化 是沒有那麼成熟 狂人山莊是超成熟的 好像是RAW一點 這是他們幼稚園一點的 一些Rock and Roll 但狂人山莊已經去到國際級 所以狂人山莊的臨漓盡 我覺得是瘋的 已經去到瘋了 那些狂人山莊在血液滲入歌曲 再滲出來 要狂人山莊的那種唱法 到現在來說 香港樂壇我是沒有見過 即是Rubber Band Dear Jane 那些不是這些風格的 或者你回到Indie那些 很Rock的那些 其實它都不是這一種唱法 它就算很爆 很喊 你會聽到它好像想喊破喉嚨 但喉嚨真的破了 即是它又不是死喊的 即是不是一個吵字的 它用中氣喊出來的那種 其實是爛的 那些光烈那種 真的不是覺得可以的 即是不要說什麼 即是連自己的親弟弟也做不到 Paul之前也唱過 都不是兩回事 始終不同人 都沒有什麼人可以像他這樣 這首歌曲詞編 曲詞編 其實是神曲 如果真的要形容 我覺得它是獨孤求霸 獨孤求霸 生平求一敵手而不可得 成直了難堪也 它是心不可賊的 這首歌曲有一個日文版 日文版又是這個 Hurry Up This is Love Volume 1 這首真的有機會買回嗎 這首就看我買不買給你 沒有了 真的找不回 真的找不回 沒有翻出嗎 沒有沒有 只有這個翻出 這個沒有人翻出 算了日文版就不要聽 聽回廣東話版算了 我長城也聽日文版 長城就不一樣 這個你單人聽一下 好 那先聽一下 你不用賣給我 我覺得就算了 聽回廣東話版 接下來是網上 網上這個就是阿Paul 不是Beyond的風格 阿Paul一來就是拍耳仔 我只是會唱歌 他們在馬來西亞的Unplugged演唱會 王家駒先生最後一次演出 自覺厲害 《珍的愛女》就好像改了這個風格 又是迷迷幻幻 王家駒先生真的很厲害 這首歌他自己唱就唱不到這個風格 唱不到這個感覺 因為阿Paul那種氣 那種味道 是阿Paul才能播出 所以他又很大膽 家駒是 又有國語版 這個又是紫盒裝 這些劇照 其實都是他們拍這張 《落雨露》的時候 其他照片 所以這張其實是雜錦碟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出到這張 狂人山莊就算了吧 很難超越到廣東話 很難超越到的感覺 接著就是世榮 這個完全是王家駒 世榮這碟沒有唱過嗎 有的 沒有無謂 就是單獨沒有 沒有無謂就會有 最後那首沒有無謂 單獨沒有他份 那首不算是他單獨的 那不算 這張碟就沒有他了 好 很輕快很直接的一首情歌 這首歌廣東話版和國語版都是王家駒唱的 但是有一個日文版 王家駒先生和他一起合唱 是嗎 怪不得 真的有的 不過不知道會合唱的意思 為何會王家駒先生和他合唱呢 因為有說日本唱片公司Fundhouse Fundhouse其實是幫他們出唱片公司 剛才說Mills其實是他們經理人公司 就把這個完全地愛爸打算用這首歌做主打 唱片公司就想主音歌手唱 所以就有家駒 但是因為這首歌是唯一一首王家駒寫的 他當然是想自己唱 最後王家駒先生幫他爭取到 不如一起合唱 即是盡量 他無得唱也好 不如我和他一起合唱 即是說阿哥不行我作的 但加強作的曲風 在日本的唱片公司來說 覺得適合日本人 也是的 因為輕快一點 其實適合的 是 完全地開霸 國語版也是這首集感碟裏 所以動這三隻碟出來不用動 基本上是這三隻碟 叫做愛不容易說 是 另外有一個日文版 完全地愛爸之後 情人 這一首可以和海闊天空 相差一日之長短的歌 這是Beyond的情歌 即是輸情歌 其實Beyond一直都不少情歌 也有很多情歌 但是這首其實算 算是王家駒先生最後一首情歌 最後一首情歌 你說純港情的歌 小友就是用假聲來唱 是 真的要數 可能數很久之前 無聲的高別 會有少許 王家駒先生的歌路其實很闊 是 情歌難不了他 都可以好欠 這首歌 歌詞好像淒美淒遠 因為他的原版是叫做大陸情人 因為他講一些中港兩地情侶 原來有這樣的故事在背後 有些關係 但有人說他是寫給歌迷 即是他的歌詞好像寫給歌迷 即是好像再見母威雄 其實都相似 但問過寫詞的人 因為寫詞的人是劉卓輝 劉卓輝有聽Beyond 應該不會不認識 專門問過他 他都說其實真的寫給情人 不是寫歌迷 所以有人解讀錯誤 但另一首歌 再貼切一點的就是姚望 姚望詞寫給歌迷 就是王家駒先生寫詞 他自己本身會有國語版 另外有國語版就是新曉琦唱 特意找人寫了另一個歌詞 改了國語版叫戒恨 戒恨 戒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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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味道的專輯裡面收到 味道很棒 這首歌全唱度很高 情人 全唱度很高 很多人唱過 喜歡你也多 喜歡你也多 有機會再說喜歡你 因為今天不是主題 情人有誰唱過 情人很多的 臨美一年唱過 出碟也出過 張學友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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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都在演唱會上唱 陳奕迅 黃耀明 每個人都唱過 鄧紫琦 鄧紫琦 鄧紫琦是唱 喜歡你出名的 其實Youtube的點擊次數 廣東話 點擊次數 但以為是鄧紫琦的喜歡你 但當時一唱 很有另一番風味 吃得很硬 衛蘭唱過 古巨姬唱過 李榮浩在大碟出過 真的翻唱情人 是嗎 不說不知 謝安琦也唱過 趙學儀 關淑儀也唱過 其實應該有很多人唱過 還有小失唱過 但沒有你抹下 你在節目中唱一下 我馬上加回 一起唱 反而沒有你抹下 但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在節目之前 其實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都聽過了 那麼多的版本 專程都聽過了 再聽Beyond的版本 真的沒得談 沒有 還有你又這樣留著 可能先入為主 可能先入為主 真的超越不到 黃卡駿先生真的很厲害 他的聲音 剛又可以 油又可以 穿透力很強 沒錯 簡直是入心的 沒錯 變色度又高 他一出聲就肯定知道 一聽就知道是他 當時也有聽別人說 其實一個歌手 成不成功 最簡單就是一首歌 全新歌 你在相機上聽 沒有介紹任何東西 你一聽就知道是他 這樣便成功了 現在現世這一刻 即是陳奕迅是 陳奕迅是 陳奕迅就是這一類 但是剛剛MC有首新歌出了 我聽完之後 或者整家人聽完之後 其實是以為誤會了是J-Phone 家區的聲音一出 就算現在是學的 那些人學到好像 都是知識學 文字是很難形容的 之前說他是獨孤求拜 他的聲音 其實可以投放在很多歌 你想想 他連半斤伯娘完全唱出了 新的半斤伯娘 當然聽到那個好聽 但是聽了那麼多年 我們聽新的 其實Beyond很適合唱這些歌 絕對就是封癡時弊 還有說一些貼地的事情 最近也有一些AI出現 大家應該聽過 我也有聽的 我都會聽的 家區唱什麼 AI版本 這個發生過什麼事情 其實只有尾音似 少少相似 AI我想要長久一點會好一點 現在只有表面那一層 其實就算做到一模一樣 永遠都不是那樣 那又不要這麼說 不是很哲學的 一模一樣 但是不是那樣 但是一模一樣 那是不是一模一樣 那就不是一模一樣 但是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所以都幾哲學 情人有個國語版 終於有另一隻可以拍攝 哈哈哈哈 這隻就是三人時期 他找回很多舊歌 寫回做鬼歌 但不是家區唱 不是家區唱 那沒有意思 我自己 其實在Beyond的時期 他死了之後 的確是瘋狂那一段 但是他之後三個人 其實我也有買的 第一隻那些碟都有買 就是二樓後座那些 鐵馬褲那些 其實三人時期 其實我覺得是正的 我買了三四隻碟 其實三人時期開始 他們個人的風格其實很出 即是有一種新的Beyond 真是新Beyond 不是開玩笑 其實他還有Beyond的味道 但曲風不同了 曲風不同了 但他的個人風格 其實是分開了 每人有每人的private 即是加強的 乖乖仔那些 琳哥、琳哥、輕快、旋律 Paul那些就是punk 即是darkpunk 世榮就是電子派 一點 手包開的快樂 開開心心不應苦老字寶 典型的勵志歌 充滿正能量 簡單直接 總之就叫你正向一點 擴大一點 日文版本來就會想著 收錄在第三隻日文碟上 即是This is Love Volume 2 這個是Volume 1 因為他想著分開兩隻出 就出為Volume 2 但因為王家駒先生去世 這隻This is Love Volume 2 就推四福鐘 這個版本有錄到 錄了四十多秒 四十多秒 這麼少嗎 是有錄到的 會出現在他這個 第四隻的日本碟上 第四隻的日本碟 為何這是第四隻呢 第三隻去了哪裏呢 由第一隻講起 第一隻超越 我很喜歡這隻碟 即是繼續革命 繼續革命 這隻就是第一隻的日版碟 第一隻 第二隻就是剛才說的 This is Love Volume 1 This is Love Volume 2 出不到 就出了一隻二樓後座的日本版 這是二樓後座日本版 完全不像二樓後座的風格 第四隻就是這隻 四十多秒的版本 收錄在這隻 第四隻的日版碟上 四人時期 全部日文歌 就在這隻碟上收錄了 四人時期 四人時期 你看到十二首歌 四十幾秒的版本 《走不開的快樂》 其實是去了第十三首的Hidden track 還有它有個日文名叫做多謝家驅 是嗎 是 最後一首歌 無謂 一開始聽好像有些搞笑 這首歌 好像口語法歌 Beyond其實剛才說過 很適合唱這些歌 即是《給面派對》 《半斤伯娘》 但他又唱得很不正經 玩一玩一玩 裝聲 又是第一次 聽起來好像他們在演繹不同的角色 說一些社會發生的事 但就用一些嬉皮笑臉的方式去說 對 最後其實都是叫你看開一點 無所謂 無所謂 其實 原來這個風格 我後期才知道是雷鬼風格 即是Reggy 是牙買家的音樂 我又不懂音樂 所以不在這裏說 也有一個日文版 是 就是剛才說過 又是這個 這是Love Volume 1 這個 又到了Hidden Track 又是Hidden Track 就是第七首的Hidden Track 它有一個日文名 叫做Momantai Momantai Momantai 好了 我們每首歌都講完了 如果大家本身喜歡這碟的朋友 應該都會收到少少少 你未必知道過的東西 大彩蛋來了 當然 交給你 是時候講一下王家驅先生 生死之迷 你不找數的話 殺你 你馬上死 首先有人說他的死 不是很尋常 首先我不太相信風水堪如 但有說風水堪如有關 也是關於這碟 他們在1993年5月2日 在Beyond Ordea的Unplugged音樂會裡面 他唱《命運是你家》的時候 就唱了作《命運是我家》 剛才也說 那些歌詞其實都很貼切 好像他寫照一樣 海闊天空裡面 又有《跌倒》這個歌詞 網上裡面又有《跌倒》的歌詞 在情人裡面 就說分開、離開 希望以後再見 提到歸去、意外、別去等 走不開快樂 這麼正面 又變得有《跌倒》的歌詞 是 歌曲就是講這些 我覺得有些節目要找一些主題 其實很少人報導這些 另外有一個更少人提及 就是這個大碟的設計 其實表面上沒有什麼 我知道 只有一個靈靈丁丁 站在中間 就是分開了 其實好像沒有關係 關鍵就是封底的設計 竟然 封底的設計 就用了這個好像字典的形式 就解釋了《落雨路》這三個字 因為字典 前前後後都會有些解釋 裡面也有很多不刺激的東西 譬如說 裝一頭打進地下的木頭 絲、動腦 它跌倒頭 然後腦出去 然後耳朵出去 動腦 有一個桌子 這個比較強勁 吃過危桌的音 吃到應 整件事 又有個急字 他解釋就是緊急 急速墮下 嚴重、告急、救急 那些全部都是 字典裡面 封底全部都在裡面 把人急到死了 有個精字 恐懼、心神不安 解釋都是不老禮的 解釋全部都是不老禮的 和現在整件事有些關係 其實真的很巧合 但你又可以說是馬俠炮 你現在說什麼都行 有人說王家驅先生沒有死 Beyond不會那麼紅 嚇死我 我以為Beyond沒有死 現在還在元朗住近 可能是的 很流行 李小龍未死要喝茶 但無論現在Beyond怎樣都好 最好的已經是心中 但我覺得Beyond如果家驅不死 沒有那麼紅 我覺得不是 再紅些 不過反過來 只能說他死了變成了一個禮物 即是一個經典 也是的 因為他死掉了 但其實他們在香港是很紅的 但又賣了兩萬多張 真的很慘 這個我相信 都是跟他們去日本 曲風有改變 令到他們第一隻碟 可能銷量不太爆 所以大家觀望 我覺得 現在的Beyond好像起了 但當時的Beyond好像慢慢倒進去 那些瑞士勇敢的那些碟 那時候其實完全是厲害的 他們去日本這一刻 的確是令到他們的氣勢會少了 因為他們始終不在香港 你經常都不會見到歌迷 你經常都不會見到媒體 你還要去一段時間 然後才說我出碟了 才回來搞 但他亦都要去做日本宣傳 亦都要去香港做宣傳 其實都抹開了兩邊 好像很簡單 他在馬來西亞眼拍演唱會 港台的演唱會 老實說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不是很清楚有看過 但其實我覺得他繼續革命 我覺得未去到很盡 但落雨露是去到很盡 整個音樂的產品出來 是一件真正的Rock and Roll的藝術品 最好的在心中已經足夠 我遲也有說 忍痛話別 但心裡悲傷 只知道曾是擁有 要說的都差不多 希望大家不要彈那麼多 不要彈那麼多 不要彈你 不要彈我那麼多 彈他就不怕 你可以彈我 你彈他也沒有用 他不會看留言 也會的 在這裏留言我會看 其實也會看的 畢竟是吉哥 YouTube Channel 我們都開了十年八年 他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他一直都在七六 現在才出來說話 如果你這樣也彈 就太不豁達了 希望藉著這個節目 大家不認識Beyond 就認識Beyond 是 怎會不認識 不認識的就認識 我女兒也認識 我兒子也認識 不認識的話 他爸爸媽媽不看 你都不能迫他 現在所以就介紹給大家看 然後又買回這些點 懂得Beyond的 就更愛Beyond 絕對 愛這件事 不是我叫你愛就愛 沒有得迫 自己分析一下 沒有得迫 尊重也是沒有得迫 尊重是發自內心 我是發自內心 沒得迫 沒得教的 不是我叫你每天 聽一次海褲天空 你就愛 不可能也會 可能會 所以叫大家分析一下 有些事情 只要不恨人憎 就自然有人愛 沒錯 我同意 你尊重別人 別人便尊重你 當然 現在這個社會 有些不同 你尊重別人 也不代表別人 一定尊重你 但不要緊 道不同不相為謀 就說一些事 或者跟別人談 沒有所謂 這個節目 Beyond的樂雨露 這個YouTube版之外 除了我特意做了一個圖文版 方便大家看 亦都方便我自己留一些紀錄 名流青史 我也很喜歡做這些 是很重要的 每年都要為Beyond做些事情 尤其是今年的 真的要每年嗎 哈哈哈哈 你別那麼懶 好了 圖文版裏面會有 今個節目的所有內容 連結 去哪裏找呢 Post 76的吹水區 節目完結我會隨即開放 我會永久至頂 好 不嫌棄的 就去給一下意見 我會看完 好 最後呢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光輝歲月 有機會再見 好 comment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之後呢 奇哥就在這裏 究竟他會不會有下一集 大家聽完之後 會不會悶到轉台呢 可以引導一班Beyond的粉絲 一起來 大家緬懷一下 始終今天都是一個 挺特別的日子 30周年 如果現在家區 60多 61 61 如果他在這裏 你猜他會做些甚麼 都是彈結他 當然是 他是結他癡 他沒有音樂會死 我就是知道 還有Beyond應該還會 可能不會拆火 這個就很難說 好 大家如果想見到奇哥 就給點誠意 希望我會繼續跟他講 這次我們只是講一隻碟 接下來是否還有很多事可以說 有很多事可以說 不過要給我準備一下 這個準備了半年 大哥 也不止 有這個構思 起碼是一年半之前 其實他女兒未出生之前 已經開始構思 而他女兒也十四歲 但其實做資料搜集 其實也挺痛苦 因為現在很多假消息 我又不可以亂說話給大家聽 我都細過一輪 看看哪些真哪些假 或者我這些假都不定 當然是告訴他 對 有哪個地方可以買到 或者看得到 你現在手上所有的碟 其實都 有哪些唱片店 現在還要儲存這些東西 我想都很難 我們不如搞個 落雨露也是只有復刻版 我們不如搞個 落雨露有很多版本 落雨露有其他版本 有很多 其他那些真的 有一點點 AMCD好聲 只能說 反應好的話 可能我們在Studio76 搞個家區體驗會 真的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和訂閱和訂閱 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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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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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